154 江西日報 新如市高新區光電產業員的員工在檢測手機觸摸平產品質量 2015年7月27日綜合B 027月20日 新如市高新區光電產業員的員工在檢測手機觸摸平產品質量 近年來,新如市家快人進、培育、發展光電信息產業 推進工業經濟轉型升級,將光電信息產業打造成為新的支柱產業 目前,該市已集聚光電信息企業70余加 實現主營業務收入超30億元,通訊員令考長攝